好那到底呢是誰開價60億 開價這個2億美金的前客到底是誰呢 因為柯文哲這樣一直擠牙膏式的爆料 而且呢綠雲好像從中還見縫插針 那我們先來看到呢 因為科辦發言人陳志涵 他之前就透露說 講這個消息呢 說要給柯文哲2億美金擔任副手的 這個消息來源是來自於一個國民黨的人士 他進一步說 這個人士呢是一位曾經在國民黨擔任中央跟地方 滿高級的滿高級的官員喔 姓紀紀伊紀這個的將軍 好我們看到柯文哲呢 昨天又被大家繼續來問喔 到底這個要給他錢的人是誰 那他說過程當中什麼余姓商人啊 紀將軍啊魏先生啊都有 騙子前客太多 那連國際騙子都有這些紛擾喔 他說把這一頁翻過去把好認真打贏選戰 讓他們留在歷史上 好我們就來聽一下到底柯文哲這個到底怎麼講的 逗得台下代表們哈哈大笑柯文哲參加二零二三台灣經濟發展論壇針對台灣產業發展不均柯文哲提出好手帶壞手要用ICT產業領導產業轉型但他也說了一句大白話 有一句話 聽得不太喜歡如果你的產業缺工就做不下去你要慎重考慮你這個產業是不是該淘汰的 即使兩天前侯友宜就率先出席論壇還拋出重啟ECFA 柯文哲的態度又是如何 有趣的是坐在旁邊負責主持的工商協進會理事長吳東亮就是吳欣穎的叔叔 我想我們仔細聆聽了最後還是讓這個我們全國的選民投票 老實講我也是那天早上看到這個電子新聞才知道這個事情 我看是也會滿辛苦的還是可以學習到很多 沒說誰更優秀但二十八號牽著侯友宜的手喊凍蒜的徐顯榮也坐在台下 柯文哲廠上回答產業問題台下也有沒說清楚的爭議 到底誰傳遞羅森伯格的假消息 又是誰開價兩億美元要他選副手 除了傳出是由于姓華僑透過選擇只有會牽線外 還有這兩人 你說于姓上人還有那個什麼季將軍 還有個什麼魏先生 打這場選戰就發現 這個騙子前客實在是太多 對我來講是這樣 這一頁就把他翻過去 反正都結束 強調都是過去式該讓他翻頁 擔心自爆是國民黨相關人事 如今又不公佈 恐怕難向社會大眾交代 記者碰你德 蔡平方台北常常報導 好 柯文哲講這樣的影射性的發言 可是面對媒體在問到底是誰 他又不肯說清楚講明白 還說這個讓他翻頁過去 那真的有這麼容易嗎 好 我們看到了趙浩康 他說講出這個話 你總是要收尾的 不然就跟黃曙光一樣 說有立委為了迎頭小利 經常去煩他 來破壞前建國造等等 搞得大家是猜來猜去的 那麼科辦這邊呢 講到說這個人是 國民黨在這個國民黨擔任 這個中央跟地方 蠻高階的官員姓季的這個將軍 好 那就被大家聯想到 是不是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委前海軍陸戰隊的司令 季林聯呢 好 那這一位季將軍 他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說除了四年前在台北市府前廣場舉辦的雙十節活動 曾經有跟柯文哲見面 其他的沒有接觸 好 他也不曉得 為什麼會突然就扯到他 接到媒體電話 也是相當的詫異的 好 那不是季林聯 那有可能是誰嗎 好 我們看到 新北市議員也原知 他說 所謂季將軍 那不是季林聯 而是陳水扁執政時期的 季太來 好 這個應該呢 是跟綠營的關係比較深的 跟國民黨是沒關係 好 這個有人是姓 這個季 兩位的季將軍也被點名等等 那另外呢 好 看到這個柯文哲講到的 余姓商人 好 余姓商人呢 被中投公司的聲明給洩漏他的本名了 余金堡 那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個月圓之說 他就是一位商人啊 很多呢 對政治熱心的商人跟誰都很好 根據他的瞭解說 這個余金堡呢 也跟柯文哲蠻熟的 也可能會跟民眾黨建議一些事情 好 那現在呢 剛剛柯文哲還講到 還有一位魏先生嘛 到底這個魏先生是誰 目前大家不得而知 好 所以有人其實有一點看不下去啊 去告發柯文哲 現在是不是違反了選霸法當中的 這個索尼亞的條款 那檢方人士也有講到一些話 我們先來看到律師黃帝穎 他說呢 其實不需要柯文哲允諾 也不用等到交付哦 只要喊假就構成了犯罪 罪重呢 是有十年徒刑的 那麼檢方人士呢 講說柯文哲既然肯爆料 那就要請勇於的檢舉 來協助釐清案情 好 我們來看到相關人士的分析 對於柯文哲自己爆料說 有人要給他兩億的美金 相當於就是60億的台幣嘛 要他當副手這樣子的一個前客 這樣子有可能來影響選舉 到底他這樣講對他的選戰來說有沒有加分的效果 亮哥就說啦 爆出兩億美金的事情並不是一個好的戰略議題 打出來的結果呢 或許只是一場烏龍 對自己呢是扣分 對對方反而是加分 好 那我們看到前例委蔡政員他說呢 侯正營一定也要嚴正以待才行 因為你不曉得到底這個劇情會怎麼樣來發展 顯然柯文哲想要把這把火給燒起來 那柯文哲可能是沒有辦法走出 藍白和破局整個失落的樣態 那如果最後這把火燒起來 不管真相如何 或許最後的得力者呢 會是賴清德 好 我們看到呢 亮哥就說 其實像這樣子花大錢介入選舉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如果柯文哲陣營他沒有確切的證據 那最好就不要來進行這樣影射性的指控 否則如果說爆料內容沒有辦法證明的話 那只會對自己來說是扣分而已 反而傷到自己 跟國民黨有關的人事很多 這個如果不是 黨中央或者是 某位有名有姓的立委介紹 或者是侯進辦 你不能這樣就說是國民黨 那個事情對不起來啊 因為柯P是說是阿拉斯加的 參議員的助理 到民眾黨中央嘛 陳志涵後來也說消息來自國民黨 那這兩個怎麼兜起來呢 這個兜起來我只有一種解釋啦 就是這個事情雙方都沒講 阿拉斯加那邊也沒講民眾黨也沒講 那可是消息傳到了外交圈 所以國民黨的外交圈人士回傳又回來台灣這樣 對我只能這樣理解啊不然我怎麼理解對不對 不然怎麼會兩邊 因為兩邊講不一樣 總有一方說錯吧 我後來又想一想可能兩邊都對這樣 可是兩億這種事情就不是開玩笑 你不能說那個叫國民黨 如果不是有確切的證據 那最好不要 因為這個是戒選 這算很嚴重的事情 你叫人家退你知道嗎 這個是戒選的事情是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要講就要講得 講得非常的有證據 而且邏輯上非常準確 不然就會傷到自己 好我們來看到最新的現場呢 是柯文哲陪他的妹妹柯美蘭 這個去掃街拜票 那麼在參香部分 好他也來做出一些回應 我們來聽他怎麼說 先生要登記說那個到台中那裡就停了 這只把他接上去而已 不好意思 那主委想問一下 就是因為現在豪族寮 原本都是你知識度最高的地方 但是最近的民調呈現 都好像有廣下的趨勢 那現在要怎麼來 就是附助自己的知識度 唉唷不要每天在看民調 認真做事就好了 那主委想再問一下 因為你昨天講那個兩億美金 那有一位季將軍 那季零點否認識他 但是現在葉原資跟蔡正元都指上說 是季太來 請問是季太來嗎 唉 我跟你講那一葉就翻過去了 那種反正在過程當中喔 騙子啦 前客啦 什麼中間人一大堆 我想是這樣 事情過去就過去了 那個就把那葉翻過去 我們還是認真的去思考台灣的未來好了 因為現在有名嘴質疑說 在2014年的時候 你也曾經覺得說 連勝文拿了財團三億元 就是覺得說這次會不會又是同樣事件的翻版 有沒有考慮就是真的會來公佈這些人的可能性名或是資料 連勝文他家哪裡需要跟人家拿三億元 靠自己就夠了啊 那有可能會來公佈這些兩億元的可能性 還是那一句話啦 其實如果有人去告發就去告發去處理 對我來講我覺得這樣啦 這種終究是文化的不同 DNA的不同 所以就算了 但是因為這個季將軍是你昨天自己爆算 你既然說要翻頁的話 但是你自己又講了季將軍跟連先生 那現在就是大家就是覺得就是你啊 連先生 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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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講了魏先生 所以就是說現在大家都覺得就是說 那你既然 既然講出來了 那現在就是大家都會追這個人 那到底是不是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那個細節應該去問那些 問那些幕僚 這個也不需要我在這裡講 而且越扯越多 我們跟務後事實上有約在一起好不好 主席委員問一下 因為現在目前啊 那個是傳出說國民黨對你動作病病 包括陳志涵昨天爆料說 他們要找你潛在副手續當部分區 那是不是在全臺灣 國民黨現在也要努力在封殺你的行政 讓你們更難排 還好吧 這個 走出去是很容易啦 我覺得這也不是什麼困難 也沒有什麼封殺的問題 臺灣還是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這人要封殺誰 我覺得都很困難 這個 這個 這個倒是 但是這樣啦 選戰過程當中有沒有 各種出招當然是有 這也是發現我跟其他政黨還是不一樣 臺灣民眾黨基本上還是一個比較 沒有太講究正直誠信 問題是我們講正直誠信 別人也沒有在正直誠信 潛在副手是周開蓮或是韓國瑜嗎 就是跟有就是他昨天前前不是說 邀請列入擔任國民黨的部分區讓你們沒有副手 這副手是有邀請到周開蓮或是韓國瑜這邊嗎 周開蓮 那你應該是問陳志涵 問我 好 好 是不是 因為昨天志涵在政論上面爆料 他說是試圖要讓你沒有副手 還是那句話嘛 選舉過程當中一定有很多紛紛擾擾的 但是我覺得在整個過程當中我發現 我們作為臺灣的新興的政治勢力 還是跟跟舊的還是很多思維不一樣 因為我們要強調什麼正直誠信 尤其是外科醫生直來直往的文化 可是在政壇上就不是這個樣子 都是這樣粗招怪怪的一大堆 不過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就是 還是照我們原來的文化去做就好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是認真地去爭取臺灣人民的認同 地方的要不要問一下柯醫師 昨天這個吳欣營他怒嗆記者的事情 引起大家反彈 然後包含現在說這個國籍問題 是不是有跟他確認過 因為這如果出問題的話 可能會沒有辦法 會考慮來公佈這些資料嗎 吳欣營本人喔 他在美國跟英國受過交易 他很比較強調這種叫做自主意識 所以你問他說 你要來參選副總統 有沒有問過你家恩的意見 當然說 在他來講這個題目很奇怪 因為就這種 以他的背景 以他的文化 他覺得說我要幹什麼 還要回去請示 我想這還好 只是他表達他的想法而已 那你怎麼看現在外交部 需要查他的國籍問題 新竹的媒體有沒有要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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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國籍問題 那柯主席幫我們答一下 我們大概就是新竹這邊選集 以及對於今天第一次來到 我們這樣湖口這邊 來敗票的感受的 沒有 大家都很熱情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你怎麼看現在外交部 要查吳欣營的問題 沒有 這個更好笑 國籍法裡面你知道 要當立法委員 不是要不得有雙重國籍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對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旅程